今天是2024年7月9日星期二 三年前的今天周深的新歌《跳舞的月光》正式发布了 这首歌曲是周深为电影《燃野少年的天空》演唱的情感主题曲 该歌曲不仅在内地多个音乐板那儿上拿下了冠军 同时还获得了腾讯音乐有你榜2021年度影视歌曲Top9 好歌曲值得推荐 接下来看一下周深演唱会的情况 之前小编提到过周深南京演唱会将会加场 也就是说周深将会在8月10日到11日连开两场 目前第二场的预售时间也确定了 就是7月10日 也就是明天晚上8点开启 目前大卖显看人数已经接近了60万 大家要准备好了 另外周深贵阳演唱会也将会在7月13日 也就是本周六晚上7点半开始 没有请到票的小伙伴现在机会来了 7月11日也就是后天晚上8点 将会开启第三轮售票 主要还是针对一些退票 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关注一下 说到贵阳演唱会 作为周深的老家 这里的演唱会氛围还是非常浓的 各种超大海报 宣传巴士 3D投影 甚至还有周深主题的列车等等 整个城市随处可以看到周深元素 周深的影响力还是很深的 当然我们也同样期待 周深有更多的城市官宣演唱会吧 至少还有之前爆出的 盛阳和杭州演唱会 而且据说 北京演唱会作为周深2024演唱会的 最后一战 也快要上架了 同样期待一下 最后还有不到一天的时间 东方风云榜十大金曲 第一轮投票即将结束 喜欢的小伙伴也可以继续投票了 对于周深贵阳演唱会的应援 你感受如何呢 欢迎留言评论 同时欢迎订阅我们 每日都有见诚心